警方來到一處民宅 將詐騙集團成員壓制在地 刑事局調查一起假投資詐騙案 發現孫姓祖賢為首的犯罪集團 利用假求職廣告 吸引年輕求職者前來面試 取得被害人帳戶後 就把人軟禁在民宅裡 犯嫌他會成立一個假投資的平台 誘騙被害人投資退款進去之後 由集團水房成員把張款打到一車二車 以及上繳給上有的幹部 這次案件經過調查 發現人頭帳戶都是被犯罪自由的被害人居多 被以求職的名義詐騙這個帳戶 被害人在被拘禁的期間 他的帳戶就被拿去做人頭帳戶使用 那等到這個帳戶被警示之後 犯罪警官再把被害人載到偏遠地區 警丟包以及警告被害人這個報警 警方現場沒收被害人存責手機及印章 以及嫌犯用來限制被害人自由的面罩 求棒等工具 並發現嫌犯拉K用的K盤 上頭除了有大大的警徽 下面還寫著抓不到我 挑釁意味濃厚 本大隊接獲民眾報案指稱 遭詐騙集團 以網路投資平台詐騙 在深入追查以後 總共執行和四波的搜索區域行動 罪案嫌犯有十人 其中兩人遭財定積壓 受害的民眾有數十人 詐騙的金額高達新台幣三千餘萬元 那麼在調查的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 嫌犯為了取得人頭帳戶 竟然以假真采的名利 誘騙年輕人前來面試 再由集團的成員控制其行動自由 扣留了被害人的存責 印章行動電話 再將這些帳戶作為 詐騙的人頭帳戶 那當這些人頭帳戶 遭到列為警示帳戶凍結以後 他們就將被害人 再往偏僻的地區來釋放 並警告不得報警 在此提醒民眾 必有高獲利的投資 過高薪的就業機會 務必小心查證 而撥打165 反詐騙戰線過11名 由警方來協助查證 以免受騙 警方初步清查 遭詐騙的人數有10人 詐騙金額3000多萬元 遭限制自由淪為人頭帳戶 的被害人有3名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